Are you ready? 一起打開 娛樂 生活 流行畫夾子 一同開賣啦 分享美好 我隨便的法官 哇 這個是 如果兒童劇團 超時空總動員 竟然還有主題曲 成功密碼 是的 哇 真的 我剛剛還一直 你知道 就是這一陣子一直念著念著 就是我們如果兒童劇團團長 趙思強 大家好 對 一方面念著這老朋友人還好嗎 一方面也念著這團還在嗎 是 結果 欸 賣座很不錯欸 還可以啦 還可以 沒有啦 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 剛好一進來的時候 那個 艾美就問我說 欸 你這個團還在嗎 我就覺得現在蠻像是那種餃子店啊 或者老的麵店啊 對 不常去看啊 對 有一天一直可以拐一個像 五六 五六十年老麵店 如果下一代不接 累 找不到人 對 不幹了 年輕人不要玩了 對 老的做不動了 店也撐不下去了 對 但我還沒有那麼老 所以說劇團呢 依舊還在 OK 撐過了疫情 哇 現在終於呢 能夠比較了 雖然齁 最近不是有什麼 三個病毒對不對 都在 四月長病毒啊 什麼這個啊 都很變腫啊 搞得大家都很怕嘛 但是呢 大家好像似乎已經有 這個防疫新生活了 戴口罩 繼續戴口罩 噴酒精 噴酒精 尤其有小朋友的啦 好 家裡面有小朋友的家長 是特別會注意 馬上要放暑假了 很多爸爸媽媽媽想說 那還是要幫他們 對不對 你要安排一下嘛 還是得安排一下 歡迎各位呢 到這個城市舞台 來看我們這個 超時工總動員2 閃神搶時間 好 所以他已經來到了2 2 我們做過第一集 對 然後那第一集 好像很厲害 主要是因為 我的用心是這樣 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 爸爸媽媽媽 其實也蠻頭疼的 因為呢 媒體上面出現的 這些人物啊什麼的 就是每個人 都有一點爭議 但是有爭議呢 你是說剛好最近新聞的那位 對 對 就是 孫家人 是真的 孫家人 敵家人 其實不只是這個 還有其實一直都有很多的 有有有 還有那個台中終結啊 就是很多其實小 呃應該說 等到他到長大或是青少年 你小時候不在 呃你的生活環境裡面 家庭教育裡面 社會教育裡面 讓他知道什麼是是非道德 對 讓他知道什麼是愛 對 是正確的愛 對 的話 小朋友要走偏真的太容易了 是 那但是如果我們光說 叫說 欸你要學這個啊 你要看看那個人啊 好像很難 其實小朋友喜歡的就聽故事 對 講故事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其實就是 就是聽那些故事啊 看那個繪本故事書啊 嗯 什麼艾迪森啊 對 很專心讀書研究啊 實驗啊 問題是我們小時候的那些 都很有道德感啊 裡面 是啊 都不會像現在他們就是 你知道嗎 很容易就去看到 不太不太對勁的 這其實是社會風氣的改變 以前就是都是那種 教宗教校嘛 對不對 比如說艾迪森 很專心實驗 就把他的表放到鍋子裡去煮啊 以為是雞蛋啊 然後什麼 華盛頓砍樹啊 誠實說啊 誠實啦 勇氣啦 愛啦 對 或者說是發明 或是說冒險 鼓勵小朋友 富蘭克林 富蘭克林 對不對 風箏啊 還有司馬光把那個鋼砸破啊 沒有逃走 舊同伴啊 孔容浪離啦 好多了 對 可是呢現在呢 已經沒有人講這些了 有 如果兒童劇團 對 只有你們這個劇團 還在用劇 我覺得最好的就是說用劇 我說的是 特別是對於小朋友的教育啦 對 然後也讓家長們安心 特別是用一個劇 你要讓小朋友覺得說 看了有意思 但是不是說看完 哇哈哈大笑就沒了 那個小朋友回去是會 他會了解一些事情 是你 但是呢我覺得這個趙志強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呢 他也在幫我們這些家長想 總不能老是陪著小朋友在那邊 啊啊啊啊對不對 小朋友三四歲很開心很開心 然後大人就每一次都覺得像是一個刑罰一樣 對不對 去那邊這樣坐監這樣 或是探監 陪公主王子 對對對 看戲 這個劇 就是其實是大人會看了很有感的一個劇 是是是 所以我剛剛其實是在問趙志強反過來喔 因為如果兒童劇團一般就是做的劇都是 就是說小朋友絕對看了目目轉睛 開心 像之前很多口戲都是啊 一起來猜啊 到底是誰啊 誰是壞人啊 誰是兇手啊 誰是兇手 但這齣劇因為他是回到了過去 回到過去 超時空總動員2 閃神搶時間 就是這個阿公要當閃神 帶大家回到過去 而且是有懷舊的台灣 是 所以大人其實是很有感的 而且我們這一次有一個有所本 我在2019還有20的時候 那時候有疫情 嗯 那時候呢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但是我可以做準備啊 對 我可以準備有一天疫情過去了 我可以說故事啊 哎呦 那時候就哇 更多時間準備了 太多時間了 然後那個時候 剛好呢 就我以前合作過的一個協會 嗯 就TCFA 嗯 連鎖加盟 連鎖及加盟協會 OK 其實呢 講起來就連鎖店 我們生活中間那個超商啊 是是是 還有 他們就是一個整合的 對 就是我們生活中間的食衣住行 醫療 娛樂 這些連鎖的店啊 都在這個協會裡面 哦 那我就說 我對這個很有興趣 對 這些都是我們台灣本土的企業家 是是 他不是很大的 而且是小型的喔 小型的 對沒錯沒錯 他們都是從很小的 呀呀呀 比如說阿瘦皮鞋 以前就是在圓環那邊插皮鞋 對對對 慢慢做起來的 對 那時候為什麼叫阿瘦呢 因為他那邊有一個胖的 有一個瘦的 對 大家都說要去找那個瘦的 因為那個胖的啊 插得很快 但是很容易就不亮了 這個阿瘦呢 插得慢 很用心 插三遍 上三次水 像以前那個憲兵啊 打水 然後再抹油 所以很飽 飽量 所以大家說 我們到那邊插鞋 一定要找阿瘦皮鞋 所以你看 這些故事我都覺得 就很像我小時候讀的那些 是 小故事 很激勵人的 就是很多人 他其實還是很用心的在服務其他人 對 而且很踏實 對 那我去訪問了這些大老闆 和他們的第二代 他們都還是繼續在台灣 我們的連鎖 都有上百家 甚至上千家的連鎖店 但他們還是很堵實 生活中呢 很節儉 很低調啦 食物很低調 他都說我的故事可以跟你講 但你不要講是我 不要講我的名字 明白明白 我並不要去做這種宣傳 對 我並不想 他們不是馬斯克啦 對 哈哈哈 明白 他並不想把自己這個人 變成一個品牌 對 把這個人變成一個商品 他想把他們真正的好的商品 延續下去 對 我覺得 而且都是工作幾十年的 所以我的故事第一集就是 飛回五十年前的台灣 哇 那個時候大家多誠樸啊 對對對 多實在啊 對啊 然後那個當然那時候沒有手機 沒有網路 沒錯 沒有電腦對不對 對 沒有那麼多壞事可幹 也沒有辦法 沒有那麼多壞 壞的那個模仿嘛 對對 沒有辦法 也沒辦法很快的串聯一些壞事 所以那而且生活都很 其實蠻辛苦的 對 沒錯沒錯 可是雖然啊 相信爸爸媽媽阿公阿嬤 聽到我們現在這樣講話就是 雖然那個時代可能比較貧窮 可能 各方面呢 工作是很辛苦 很辛苦的 但是但是大家都在努力的工作 都有希望 對 全家人一起怕病 都是會往更好的路上 對 所以說呢 這第一集做完以後呢 那時候我們就傳遞第一集去講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超能力 是 小朋友你要找到自己的超能力發揮出來 是 就不是只是對自己好 而只是幫助別人 幫助別人的 對這個社會有貢獻的 對 那第二集呢 其實因為我訪問 第二集我們等一下回來講 好的好的 好那這次呢 這個如果兒童劇團 他們呢 還是一樣 那也並不會說你沒看第一集 第二集就看不懂了 不會 因為他是一樣獨立的這樣 對獨立的 對然後呢 在這個城市舞台 那我告訴大家 他們其實呢 只有兩天四場 對對對 票喔 從三百五到兩千都有 對對對 就是看你的位置這樣子 兩天四場 是 好我們現在呢 一邊聽到的是 小小軒鑽鑽石堂 Are you ready 一起打開 娛樂 生活 流行畫夾子 一同開麥啦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四點三十五分 這裡是一同開麥啦 我是Amy姐 李明依 在我們節目現場是 如果兒童劇團的團長 趙志強 你名字取得真好 你真的是自立自強 這樣想也是蠻比較正面積極的 非常非常的激勵人心 好來跟大家推薦呢 超時空總動員二 閃神搶時間 這個是一個跨時空 然後呢非常有趣的大人小孩喔 都能靠看的一個舞台劇 然後時間在七月六號跟七月七號 禮拜六禮拜天兩天 然後呢重點來了 就只有上午跟下午兩場 一個是十點半 一個是兩點半 為什麼呢 看完這兩場 爸爸媽你們要幹嘛還是可以去幹嘛 大人還是可以去幹嘛 那小朋友的活動就差不多了 對 好那現在我就想問了 因為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你帶大人就是回到了這個五十年前的台灣 對 那當然大人會很有感 對 或者是說我們至少我們的爸爸媽媽 我們阿公阿嬤 我們都還知道有感受到那個年代 對 純樸的台灣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然後呢有一些懷舊的東西就出現了 好啊可是小朋友呢 你怎麼吸引他們 哎呀這集一定要的嘛 對 小朋友看熱鬧 大朋友看門道 哎呦 兩句搞定 來賣藥的時候到了 哈哈哈哈 沒有啦真的 因為我以前要準備要做兒童劇團的時候 二十幾年前 是 我就先去觀察一下嘛 對 我發覺有一點問題 就是呢 那個戲還沒開眼的時候 爸爸就先睡著了 對真的沒辦法 冷氣吹很爽 對對對 尤其夏天 一定覺得跟自己沒關係 我就來陪小孩 我是陪小孩的 對 那我覺得不對啊 因為一個兒童劇裡面 可能有一半都是大人嘛 對 我買票 帶一個孩子 對 對不對 三分之一以上一定都是大人 是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怎麼能毀掉那三分之一的人的那兩個小時呢 哇 你總要給他有一點快樂嘛 你就是不讓他們睡覺 對對對 一定要快樂 那小朋友要熱鬧 那要 剛才已經講 我們的故事都是真正台灣本土的一些本土的故事 是怎麼樣的在沒有很好的學資源的情況下 怎麼打拼出來 是 怎麼困難的情況下 怎麼還是可以做書店 然後做連鎖的書店 把因為閱讀可以改變人生改變命運 很多很多這有趣的 對小朋友有啟發性的東西 是 那要讓小朋友吸引啊 要怎麼表現 超時空的 在不同的時空 跑來跑去 漫威可以有電影啊 對不對 奇異博士畫一個圈圈 對呀 大家就穿越了對不對 對 我們呢 這次第二集啊 我們也是要多從宇宙去很多的地方 哇 那於是呢 我們這次呢 就用這個演唱會集的 這個 這個透明冰 冰瓶 透明LED 哇 就是 通常都是在演唱會搭行在使用 是 那然後就出現像MV啊 或者 對對對 很好看這樣 我們呢 就變成了 做成了不同的時空的 像時空站 或者像時空線這樣子 哇 比如說出現第一塊的時候呢 那是代表 這個 這個天 人人名茶 人人名茶的店 他們那邊 另外這邊來一個呢 可能是 這個 浪漫髮型這邊 用不同的這樣子的 不同的時空 有不同的影像 不像只是以前我們也 早期的舞台劇只是一個片子啊 一個背景 現在有影像 有影像 事實上其實因為現在 現代人啊 有手機有電腦之後 影像對他們來說也挺重要 是 他變得很多的 就是說 比較少讀書了啦 就是說影像比較容易 很快就理解 對對 而且小朋友很適合 因為小朋友現在很習慣這種 開好幾個視窗 在一個媽咪 那我們的舞台上 就是這樣 也就像好幾個不同的視窗 明白 然後呢這些閃神 這些時空旅人 他們就可以在這邊 跑來跑去 一下去這個時空 一下去那個時空 而且小朋友很聰明喔 他們會知道說 到那邊他會變什麼 到這邊會變什麼 對對對 我跟你講我們養過小孩都知道 別把你們家小朋友看低了 對 他們智商真的都很高 就是說他們對於聚啦 我覺得小孩子 有時候對於聚的理解力 因為他們並沒有被扼殺掉 他們的創意 對 不像我們就是大人 比較事故了嗎 對 對不對 對 主觀的意念高 那小朋友就很容易 他們就會知道說 他變成那個了 他到那邊去了 對 明白 這樣明白 然後我們還中間 用旋轉舞台 代表不同的是回到過去 還是回到未來 對 還做了一個13公尺的輸送帶 其實就像機場的輸送帶一樣 天啊 輸送帶 就是人在上面走就對了 對 人在上面走 他會輸送嘛 你停下來他還會繼續動嘛 然後你有時候在輸送 如果是反方向 你在原地走一直走不動 就像小白鼠一樣 這個代表什麼呢 在時空隧道裡面 的流動 在流動 因為時間在動 明白 你用輸送帶來 表現他的這個時間的流動 所以有時空隧道的表現 有轉換空間的表現 有是去現在 還是去未來的這種表現 用各種的 然後再用LED的透明屏 用這些新的 然後在影像上面 我們甚至呢 也還用AI來創造一些 不一樣的視覺的一些表現 所以希望用說故事的 故事裡的情感 還是一樣 愛還是一樣 跟親子之間的溝通 對 甚至於就幾代啦 其實就是說 我們的下一代 或是三代 好像那種 小朋友的阿公阿嬤 對 就是說你可以去理解到 這幾代之間 他們的這個 情感的表達 本來就不一樣 是 但這集是呢 上一集是這個小朋友去救阿公 這一集呢 他是救他爸爸 對 因為他 小朋友 我們通常 爸爸媽媽 我們帶小朋友看戲 都感覺起來 爸爸媽媽一定要 跟一個樣子 我要什麼都懂 我要什麼都會 我什麼都要很強 可是在這個故事裡面 剛好這個爸爸呢 他們因為穿越時空 這個小朋友看到 他爸爸跟他年齡 差不多的時候 他看到他爸爸在小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 開始也有很多迷惘 也不知道做什麼事 他爸爸在現實生活中 常常說 你再不聽話 我要巴你喔 然後呢他到了那個 穿越以後 他會說 你這樣的話 你爸爸會巴你喔 他跟他爸爸講 OK 你不要逼你兒子 要巴你喔 OK 所以這個小孩子 穿越時空去看到爸爸 小時候 對 然後就喔 他才知道說 其實每一個人 爸爸也有迷惑的時候 媽媽也有頭疼的時候 阿公阿嬤也有 他們年輕的時候 對 他們都有小時候 對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故事 在看戲的小朋友 開始懂得去 同理心自己的家人 有的時候 我們常常說 你要同理同學啊 同理你的朋友 其實先同理一下 你自己的爸爸媽媽嘛 才知道 原來爸爸媽媽媽 教我們其實也蠻難的 有的時候 也不知道怎麼講 講太用力了呢 你說你管我那麼多幹什麼 不管我呢 又會說都是你啦 你不管我 所以我才考不好 所以說 這個故事裡面 特別有這個表現 就是說 父母他其實 媽媽也在那邊想說 阿嬤了 在想說 怎麼照顧他的爸爸呢 有的時候 然後於是 他們就說 要找一些好的榜樣 正好 在我們這些 現在成功的企業家 當時他們年輕的時候 正在打拼的故事 就可以鼓勵 劇中的人物 你看看誰 他家裡 就把他帶進來 他家裡比我們還糟 但是他在努力讀書啊 然後他 他雖然書讀得不好 但是他還是懂得 體諒他媽媽 媽媽的給他鼓勵 他不放棄自己啊 去找到自己有用的地方啊 嗯 把我們這些真實的故事 又揉進了一個 有一點神話的 有一點科幻的 這種時光隧道 所以呢 看熱鬧的小朋友 不知不覺 就吸收了 這裡面的一些教育意義 是是 然後呢大人看了 又很有感 是 OK 果然他這一齣劇啊 他們在這個第一集 就連鎖反應的時候呢 有超過五千名的觀眾 而且連那個中心靈啊 大家現在很愛他對不對 對對對 帶小朋友進去看 看得非常非常過癮 他們喜歡的 對對對對對 就是說 就是爸爸媽媽也不要失了那種 呃怎麼講 就是啊我不知道怎麼 呃 教我的小孩 其實讓他們看好的劇 其實我常講就是說 親子之間 如果同時間 在同一個空間裡面的那個互動 就是很棒的教育 是其實我們在我們生活中一定 有些爸爸可能很喜歡看職棒 嗯 帶孩子去看職棒 嗯 你要知道等到孩子長大以後 你帶孩子去看職棒可能只有一次 但是確實他一生不會忘記 沒錯沒錯 等到他長大以後 他也會帶他的下一代說 是的 我以前啊 你阿公喔 帶我去看職棒 所以其實帶孩子們去參與一些 藝文的表演 藝文活動 沒錯沒錯 看戲啊什麼的 那是孩子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事喔 是是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喔 這個是7月6號7月7號兩天喔 早上十點半 是跟下午兩點半 兩點半 好在城市舞台喔 兩天都是只有早上跟下午喔 好雖然是六日喔 然後呢 這個呃 票價從三百五到這個兩千都有 好那那呃 裡面當然有這個一千六啊一千二啊一千啊八百五六百啊好 那就看你們的呃 預算 好那他呃目前都還有一些票但票不多 是 所以請大家呢這個把握機會 那我覺得這個會是一個很很有意思的巨狼 然後而且他們花了這麼大的心力 然後希望就是又把這個過去在台灣奮鬥的那一些真實的這個人生故事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跨越時空回到過去啊然後呢有一點小懸疑 然後呢小朋友看的很過癮但是呢大人又完全又感受到那個時代啊 懷念一下齁然後呢彼此欸對不對這個爸爸媽媽跟小朋友在裡面就你知道回家之後又有話題可以談啊 對其實小朋友可以問問你啊大人也可以問小朋友啊 欸有個地方我沒看懂 你知道我很多時候其實是問我兒子看電影的時候我說我沒弄懂那個是誰我兒子說我早就猜出來了 啊 懸疑跟那種的小朋友真的很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喔超時空總動員2閃神搶時間 好不好搶時間跟你的小朋友互動 OK好 謝謝謝謝我們的這個團長 對 要常來 哈哈哈哈 不然我有以為餃子店沒有了 沒有沒有沒有 對對對 如果容聚團繼續撐著 喔加油加油 常來你這裡 張志祥加油 謝謝謝謝來看戲 對對對 大家請大家進這個陳樹臺來看這個如果兒童劇團的這一口劇啊 旺福的天天天天天 那廢人 都不是這樣的 會議外 餐廳 三個月 感谢观看